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为随着武汉地区的新冠肺炎 疫情不断的扩散 在所有的媒体版面上 也出现了一种挤压效应 大量的关于新冠肺炎的新闻 可以算是铺天盖地 全世界都在关注 当然作为一个媒体工作者 一直以来对于所有的新闻事件 我们都会比较用一个客观的角度在看待 但这次新冠肺炎 却让我自己从事那么久的新闻工作 都感到有无比沉重的那种心情 因为未来的疫情 还不会太快的结束 还会有更多的病患 更多人患病 甚至有更多人不幸会有悲剧发生 但是在众多的新闻事件不断的发生的当中 可能各位跟我一样 还要在未来的两个月三个月甚至四个月 面对大量的相关新冠肺炎的相关新闻 不断的还是会出现 但是我想在过去这一周 在新闻今日谈的节目当中 我们也对一些当时及时发生的最新状况 跟各位做了一个分享 在今天新闻点评的节目当中 我想我们还是要来上课 来谈历史地理课 好 那既然到了周末就要上课 心情虽然非常沉重 很难过 很郁闷 但是我们还是要陪伴着大家 一起在周末能够用一个比较轻松的方式 对于现在武汉地区爆发的新冠肺炎 有完整的了解 当然我们讲的是历史地理课 那一定要讲历史 很多朋友甚至在过去YouTube几集下面 留言说以前不喜欢上历史课 现在突然之间还蛮喜欢历史 那谢谢 谢谢 这个实际上小的时候 常常在看历史课 那时候坦白讲 财书学浅 天资因为鱼汝 对不对 就不太懂历史在讲的是什么 但随着时间的发展 慢慢好像有点开窍了 虽然还是有点鱼汝 但是有点开窍 大概知道很多事情的脉络跟历史 只是息息相关 而且是紧密结合 真的是历历在目 话说 我们今天上历史课 时光不要推太远 话说就推到西元 圣经 这够远 还好了 2000多年 那圣经的启示录当中 他在这个第六章里面就讲到 对不对 有形容这个什么 瘟疫啊 战争啊 什么这些死亡啊 什么什么 讲了是其事 那其事中间就提到了一个字叫 瘟疫 对不对 当然我们今天不需要把这个圣经启示录啊 跟各位来谈啊 但我相信很多有信仰基督教的朋友都读过启示录 当然他最终指的是这个这个这个人类啊在遭到最后审判 在这个瘟疫当中 各位记载 你想想看 2000多年前 对不对 这个2020年之前就有瘟疫发生 不然不会写在圣经里嘛 对不对 瘟疫的概念是什么 就是大量的患病之后的死亡 不是说只是大家生病没事啊 那不叫瘟疫 瘟疫的概念是要命的 而且是大面积的 横尸遍野 甚至一个城 一个村 甚至一个国家 全部都没了 对不对 就曾经人家讲 南美印加文化 大家都听过 对不对 还去过那里 觉得印加文化怎么样怎么样 但后来研究呢 说这些文明啊 怎么突然就没了 结论是什么 瘟疫嘛 战争你都杀不了那么多 对不对 你好歹老肉妇孺下不了手 怎么可能 全部不见了 瘟疫 对不对 那当然那时候的瘟疫是哪一种 现在不可考了 但随着时间的发展 我们把目光就向后推推推推推 什么那个中世纪的黑死病 我们都一概跳过了 拉距离拉近点 来跟各位用一比一对照 话说呢 在1914年 很熟悉的数字 对不对 老师有没有讲过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哎 有说哎 对哦 想起来了 1914年 他打到什么时候呢 一战 打到1918年 对不对 那这个一战当时为什么结束 他不像二战 对不对 什么希特勒自杀 对不对 日本天皇投降 他不是 他当时啊 之所以停战啊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因素 这个参战的这些国家 打到已经是什么 没有军队 没有军人啊 没有军人去打仗 不是说这些军人啊 战死光了 而是这些军人啊 通通感冒了 在1918年的 这个叫做西班牙大流感 影响到全世界 当然啊 这个当时的这个统计数字啊 出入很大 西方国家统计的数字呢 大约啦 他们知道的哈 大概在5000万 人死掉哦 但是有一种说法 是8000万 因为有一些 比较落后地区 他整个村子都没了 人死光了 对不对 那你去的时候 发现这个村子都死光了 那当时这个村子 有多少人 也不知道 对不对 常住人口 流动人口 对不对 那当时因为没有那个户籍制度嘛 对不对 所以根本就不知道 死了多少人 所以大约在5000万到8000万之间 后来还有科学家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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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止啊 一个亿啊 当时地球多少人 现在70亿啊 当时才多少 17亿啊 你看 死了一亿 100年前啊 不过我们也很厉害啊 100年从17翻到70啊 就很会升 那当然呢 在那一次的浩劫当中啊 当然叫西班牙大流感 这个当然讲起来这个 西班牙有点冤枉啊 其实这个流感啊 因为当时各国家在打仗 美国当时这个纳尔逊总统 就说觉得这个打仗期间啊 这个媒体啊 要稍稍管制一下 不然这个媒体呢 万一报道一点负面 所以我们这个美国啊 打败仗 影响军心 所以呢 这个美国就成立一个叫 新闻委员会 还到国会呢 立了一个法 叫做什么 反叛乱法 叫讲穿的就是呢 控制媒体啊 这个只能讲好的 不能讲坏的 对不对 只能说我们打胜仗 输的呢 一概不准提 好 那这一个是因为当时的一战嘛 1914年 对不对 美国为了要鼓舞士气 所有的媒体只能报好的 坏的不能报 立了法哦 对不对 谁不听话抓起来 对不对 委员会监督 新委员会监督 对不对 就现在也都 很多国家都还有监督 好 那接着呢 在1918年 其实上还不正1918 在这个1917年的时候 有一些地方啊 就发现有这种感冒的症状 这个士兵的感冒症状很严重啊 但有人说呢 是从这个美国麻塞 诸塞州啊 的一个农场 农场里面啊 这个士兵啊 去从军 他一进去军营里面 他一感冒 那几千人跟着感冒 好 但部队呢 已经定了时间 要去欧洲战场啊 大家就 有人带着病 有人没生病 大家上船 嘿嘿 你想船舱 不得挤在里面 好 原来可能三个感冒 到了欧洲 三百个感冒 下了船以后 三千个人感冒 对不对 就这样扩散开 也有一说啊 说这来自中国的东北 此话整说呢 大家说欧战 中国没参战啊 对不对 当时是北洋政府啊 虽然已经这个清朝推翻 可是这个我们没参战啊 可是各位要知道 在一战的时候 这个虽然中国没有参战 但是北洋政府啊 为了支持 对不对 当时送了九十多万的华工啊 到欧洲战场 在前线干嘛 就是煮饭的 运弹药的 不拿枪的啦 他们叫做这个就是华工 九十几万 后来还不是有拍电影吗 那个还会打拳脚啊 那这个各位有空去看一下 那九十几万的华工呢 听说去的时候 到了欧洲战场 他们就有人感冒 然后呢 传人给士兵 士兵传人给士兵 士兵传人给士兵 士兵士兵士兵 最后这些士兵打完仗 通通回家 然后传人给家人 邻居朋友 老师同学 对不对 什么都有 全世界就这样开了 那这个都是推论啊 为什么 因为当时啊 到现在啊 这前几年 不要说当时啊 在这个 这个一百年的 大概这个 1918年发生这个 西班牙大流感 对不对 那我们刚刚讲 为什么叫西班牙 因为当时美国不敢讲嘛 说我们士兵啊 这个好几千人感冒 不敢讲 然后死了好几百 不敢讲 对不对 被抓起来 每个国家都有类似的法 这西班牙没有 对不对 西班牙革命啊 他们呢 这个新闻自由 他们就报道很多 所以全世界人就觉得说呢 好像说西班牙感 有感冒嘛 我们国家都没有啊 不是没有 是你看不到 对不对 所以那时候就说 叫西班牙大流感 当然那不是歧视啦 就像我常常跟很多人讲 说关于有一些媒体说 武汉肺炎武汉肺炎 大家不要太较真啊 这种事情 在那边气得不得了 对不对 因为你想想看 香港脚 对不对 香港人不气坏了 对不对 你们脚不洗干净 卫生不好 在那抓 都赖给我们香港人 对不对 我们香港跟香港脚 有什么关系 对不对 日本老爷 阿滋海默镇 都是这样 对不对 所以啊 无所谓 西班牙大流感 西班牙人啊 也背了黑锅 一背背了一百年 他们也无所谓了 反正呢 这个西班牙大流感 实际上到底是美国 麻菜出菜种 还是中国的东北 都不可考啊 因为那时候嘛 人类医学落后啊 那时候 那时候啊 我告诉各位啊 那时候 1914年到18年的医战 那种是什么概念啊 就是说 没有抗生素啊 没有抗生素啊 抗生素还没发明啊 对 什么排泥西林啊 青霉树啊 那个都是1940年才发明的 那时候没有啊 那个士兵啊 伤口流浓啊 什么那些 那都没什么药啊 对不对 就那个黄安素啊 就是那种消炎药 药粉撒一撒 杀菌有限啊 你知道 那时候的医疗水平很低 对不对 那这个流感呢 得到的人呢 这个也不知道该怎么治 撤离没药 把当时所有能用的药 全部往他身上塞 都没用 甚至呢 还说啊 把那个消毒药水啊 比如说把这群人啊 弄到一个房间里 用那个消毒水喷 喷的叫大家吸 用嘴巴张开吸 把那个消毒药水 通通吸进去 对不对 如果你吸的不够呢 他用一个那个 那个罐子啊 打打 用药水打那个 那个气 往你嘴巴里面灌 对不对 说杀菌 就后来看起来 好像没什么效啊 这个得了流感 还是流感 因为不晓得 那时候流感 它在散布的叫做病毒 不是细菌 细菌跟病毒不一样 我们先讲啊 细菌呢 跟病毒啊 就我们以前读过 生物大家都知道 绿过性病毒 什么叫绿过性病毒 就它很小啊 可以绿过去的 对不对 我们做一个比喻好了啦 细菌啊 像克兰球 假设那么大 假设那么大 其实细菌 你不用显微镜 你也看不见了 对不对 那病毒多大呢 乒乓球 够小了吧 对不对 好 我们用显微镜 只能看到细菌 那看病毒要用什么 电子显微镜 那放很大的 才看得见 什么叫病毒 就像我身后 这叫冠状病毒 为什么 你看它一颗一颗 像那个王冠一样 所以叫冠状 那一条线呢 叫线性病毒 就那么简单 有点象形文字 看到什么说什么 反正就长这个样 但是这个病毒这个东西 当时在1918年 那这个流感 开始了之后呢 实际上刚开始 在军中 英国也有 对不对 英军也有 法军也有 这个美军也有 对不对 大家都有 都有都有都有 最后的 打得都没兵了 然后就说 那不打不打就不打了 所以一战呢 这个其实 当然德国战败 且凡尔赛合约 这个英国 他们其实不是真的靠打赢的 是因为这个流感 好 那这些士兵啊 结杂归田 就回到各自的家园 那纽西兰当年也参加一战 对不对 因为我们是当时是英联邦的成员国 纽澳嘛 对不对 后来一个澳纽军团 在迪迪波里 什么一场战争死了八千 所以每一年呢 还有NZAC Day放假 就这样来的嘛 那当时我们的士兵啊 打完仗回来了 当中啊 也有人感冒 也有人感冒 纽西兰这个 说句不好听 都已经啊 在那个地球的最边缘 对不对 有人说是南方 乐园啊 这个天涯海角一样 很远 但这士兵啊 他从欧洲 就坐着船啊 拼了命啊 登登登登回家 对不对 见家人 战争终于结束 但这当中就有人感冒 就回到 这个奥克兰之后呢 这个用轮船啊 把这个士兵 几千人几千人运回来 回来之后呢 纽西兰就开始爆发 大流感 就开始爆发了 就很多人生病啊 因为纽西兰有一个原住民啊 叫毛利人 这毛利人呢 他们是一个这个 算太平洋的这个 这边等于是岛国啊 这个来到纽西兰这片净土 基本跟这个其他的人类文明啊 接触的不多 那只碰过欧伊白人 那也没生过什么病啊 对不对 突然之间呢 这些毛利人当得到 这个流感的时候 他们的死亡率哦 他们的死亡率哦 是全世界平均流感死亡率的七倍 毛利人本来就不多啊 他一下子啊 他就死了六千人啊 对不对 纽西兰在那一次 因为纽西兰那国家当时很小 人口连一百万都不到了 对不对 就死了快一万 八千多人死掉 那白人有一些啊 都军人居多啊 及家属 毛利人 一下子就死掉啊 所以这个这个在全世界来讲是一个 当时一九一八 西班牙大流感 西班牙大流感 死亡率啊 人口比例算蛮高的地方 当然呢 中国啊 那些华工回到中国之后啊 中国也爆发了一九一八 西班牙大流感 死了多少人呢 有些人说呢 九十万人 不是华工啊 是有些散开了 那那个数字啊 很难统计 因为毕竟在那个北洋政府时代啊 中国也是 大家都知道 那个地广啊 人多 这个资讯啊 不是那么疯 就是不是那么发达 而且有一些地方呢 都军阀割据 所以那个资讯 统计数字啊 都不准确 好了 那后来随着医药进步了 慢慢接近到现代 那科学家就在研究 说这个一九一八 改变了世界啊 这个改变了世界啊 让整个人类啊 在地球有记载的文明当中呢 来讲是一次浩劫 瘟疫哦 那算瘟疫级啊 对不对 是浩劫 因为当时也不知道 这是什么原因 而且死呢 都是男性壮年 死了 那个照讲啊 我们说生病嘛 一般老弱妇孺 比较容易生病嘛 对不对 年纪大的啊 抵抗力弱啊 小的还没长大啊 抵抗力也弱啊 该讲是他们得 怎么都这些呢 年轻力壮 正有生产力的男性啊 得了就要流感 然后一得就 白白了 走了 百事不得其家 对不对 但当时意义要落后 因为啊 从古啊 古代就一直有一种说法 尤其在这个西元五世纪啊 当时世界上也在希腊啊什么那边也出现了瘟疫 当时呢 他们就发现那个打铁匠啊 基本上呢都不会感染 所以那时候就有个观念 就是碰到这种瘟疫 所有死掉的人一定要烧掉 不能埋 要火把它烧了 对不对 所以西方有一种概念就是火是可以结束 结束这种死亡 所以你看以前不是那个 中古世纪抓到那些什么巫师啊什么什么巫婆啊 就把它烧了嘛 异教徒把它烧掉 对不对 就邪恶的意思 瘟疫也是邪恶 是魔鬼 对不对 所以当时啊 全世界发现有人生病 死了麻烧 那时候也没搞那种叫病理研究 还采样 对不对 那时候怎么采样 对不对 大家都吓死了 那时候人戴不戴口罩呢 戴 那时候人也戴口罩哦 戴的口罩你看了会笑 因为我们戴口罩是平的对不对 那时候口罩呢 是只造鼻子 因为鼻子是尖的嘛 所以口罩是尖的 他嘴巴是露出来的哦 就是他们做一个 像个鼻套 不叫口罩 叫个鼻套 那个挺有意思的啊 因为当时大家都戴 男男女女在街上 大家都戴个鼻套 就是鼻子变得特别尖 就不需要去那个医美 那个鼻子就变尖了 鼻套 大家都怕嘛 那都死壮年 那科学家就很奇怪 隔了那么多年 现在病理学啊 这个领域啊 还有这个就流行病学啊 这个领域啊 就越来越发达 那科学家就回头去研究啊 因为1918 全世界死了8000万将近1亿人 那这个病毒啊 一定很厉害 万一有一天再回来 我们人类现在都当时17 现在70 那是不是要死个3亿呢 对不对 我们有没有抵抗力 我们有没有疫苗 我们能不能抵挡 再来的这个 这一次的流感 对不对 所以科学家 大概在20多年前呢 他们就开始立案 在追踪调查 这一个1918 到底是啥玩意儿 可以农死地球人啊 一个亿 难道是火星来的吗 对不对 后来科学家就发现一件 有点尴尬的事 整个地球啊 死得快8000万到1亿啊 居然找不到样本 因为全给烧了 对不对 那西方医学那时候也很落后 对不对 它的进步也就这些年 大家都烧 都烧了 都埋了 找不到 因为你要活体样本啊 当时如果有存下来 对不对 现在就可以研究 电子显微镜一看 用 长得像这个样 还是那个样 是现行的 还是冠状的 都不知道 对不对 好 那就在19大概 到了这个 60年代 他们呢 有一天呢 在阿拉斯加 这个原住民啊 埃及斯摩人 他们呢 有一个 他们去一个地方啊 阿拉斯加 就找到一个以前的村子 当地原住民的村子 然后呢 就发现了 这个村子啊 在涌动土下面 有80具原住民的尸体 死了哦 80个人都死掉了哦 他们就看了推断 那个时间 应该在1918左右 表示在1918年 西班牙大流感 埃及斯摩这个阿拉斯加 这边这个村子呢 整个村80个人 被感染 然后全部死光光 全部死了 但因为很冷 就在涌动土底下呢 埋了 埋在那里 隔了那么久啊 他们呢 当然这个你不能贸然的就 就弄啊 万一这个 你也感染啊 对不对 你装备不够 你在那挖 你们也空挂掉 因为那个病毒 是活的还是死的 还不知道啊 它只是被冷冻啊 对不对 因为那个尸体都是 就冻起来了 就很完整 我们就不要多做比喻 大家都知道啊 好 那他们就找到一个 年轻女性的身体当中啊 这个专家 病理学专家 就找到了病毒 采样出来啊 就开始化验 就研究 研究的结果呢 它是属于冠状病毒 冠状病毒啊 当然这个冠状病毒呢 就是这个大家现在 很熟悉的 H1N1 它就把它编码了 因为理论上呢 它发生的时间 在人类可以找到的 病毒当中 它虽然才一百年嘛 但它是唯一能找到的 对不对 那之前你找不到 你不能乱编啊 所以就把这一个代码 就给了它 叫H1N1 对不对 后来什么H2N5 什么H2N3 什么H3N几啊 那就是 扑扑扑扑扑扑 排下去了 所以H1N1 它当时找到 那怎么来的呢 它们就发现 应该呢 原来H1N1 是在猪的身上 那从猪的身上 这个病毒怎么会跑到人体 因为病毒这个东西啊 它是需要有一个 这个技术的数啊 技术 对不对 它要生活在一个生命里面 它能够存活嘛 对不对 可是照生物的发展过程中 它必须到技术里面 对不对 去生存 去繁殖 可是如果 它把技术给弄死了 这合不合逻辑 不合逻辑嘛 对不对 它也完蛋了 比如我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技术 我就跑到它身体里 然后它死了 那我不是白忙吗 对不对 应该是我的技术啊 它一直活的 不能死掉 但为什么这些病毒啊 跑到我们人体之后呢 人会死掉 我们稍作休息 待会继续 新闻点评 一会儿见 各位观众你好 欢迎回到第二段 我是David 郑金伟 那我想呢 随着时间的发展 我们前面讲到 关于这个病毒的故事 病毒如何致死 我想很多朋友 这个都非常的关心 实际上我们的致死 很多人这个得到 这个这种新冠肺炎 它实际上是因为 身体免疫系统的一种 剧烈反应 大量的这个T细胞呢 跑到了我们的这些肺部 担忧啊 病毒的入侵 因为病毒刚进来的时候呢 它数量不多 但它不断地分裂 它初期呢 会释放一些 骗过这个免疫系统T细胞 我们的免疫系统 基本上呢 有四个动作 就是侦测 然后发现 然后追杀 把它杀掉 对不对 恢复正常 这有个阶段 那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呢 就出现了这种情况 就是当前面 这个免疫系统 它被骗了 不知道这个病毒 在不断地繁殖 当它后面侦测到 病毒数量如此之大时呢 它的免疫系统 剧烈地反应 所以我们的肺部呢 实际上当时充满了这些液体 或是发炎的症状 是一种免疫系统的反应 那当肺部大量 有这种粘异跟发炎状态的时候呢 很多人呢 这个呼吸功能就下降 然后接着就心肺衰竭 就死亡 实际上可以说起来 是一种免疫系统 把人给杀掉了 自己的 自己免疫系统杀掉了 因为我们常讲 前面刚刚讲 病毒不可能啊 它释放毒素 把这个技术给弄死 它的任务不是来杀你 它是要寄生在你身体上 然后你把它散布带出去 简单的讲就是说 这个像树上的果子 为什么那么甜美 就是要鸟去帮它 把这个种子吃掉 把这个种子带到别的地方去散布 一样的意思 它来到这个技术的身上 它希望技术把它带到很多地方 把它的后代不断的繁殖 这是一个生命的一个现象 但现在就科学上在研究 那原来这些病毒实际上就存在 大自然的这种动物的身体里 可能是鸡 可能是猪 可能是蝙蝠 可能是蛇 任何动物身体里都有这种冠状病毒 或线性病毒 那这些技术呢 它有的不会发病 它们共存关系很好 那为什么 第一 它会离开它原来的技术 跑到人体的身上 那人体为什么不能跟病毒共生 会有剧烈反应 这些都是科学家在研究的方向 那当然那个疫苗的 是一种做法就是 及早发现 对不对 当它还没繁殖 就把它给灭了 不要骗我 弄死你 对不对 这免疫系统就把它弄死了 那当然呢 科学家另外一块领域就在研究 到底为什么人体的免疫系统会被骗过 为什么人不能跟病毒共存 一定是人体的反应剧烈 最后 顶不住 走掉了 那就病毒 扩散的这个目的呢 也失败了嘛 那接着就火化 就没了 对不对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 就更让我们来省私 在大自然的这个生物当中 虽然隔了一百年 病毒啊 它还是在地球上 它没有因为上一次的那个 就不见了 因为当年呢 我们说1918年 疫战结束了 对不对 士兵回家 疫情开始扩散 它总共 这个西班牙大流感 它有三个周期 第一个周期过了 一八 接着后来到19到20 到20年底 这个三波走完 这个大流感才结束 西班牙大流感才结束 而且是突然的 就结束了 那时候没有疫苗 那时候没有人发明疫苗 为什么情况 会如此 那批人走了 当然科学家的推论 是因为呢 身体健康的人 他得了 他凹过去了 身体不健康的人呢 或免疫系统 反应太强烈的人 他就走了 所以那一次呢 等于是把人类啊 做了一个 这个有点像过滤啊 把这个优良的呢 给留下来了 对不对 但也不能说那些不优 只是不能够跟病毒啊 这个适应的就走了 那这些能的下来了 所以他们说在接着呢 这个19 等于是这个19到1920 对不对 这个终于啊 告一段落 之后啊 他们讲啊 这个人类的健康啊 在那一次大流感之后 生出来的孩子呢 这健康状况都比较优秀 为什么 因为父母可能都经历过大流感 幸存者 对不对 然后呢 他们繁衍出来的子孙 就比较优秀 身体啊 比较状况比较好 都比较好 所以呢 到了你看 如果是20年之后 这些人出生 他如果活活活活活活 1920年代 他大概活到 这个40年代的时候 20多岁嘛 那时候呢 就人类就开始文明啊 就更进一步了 科学发展 各方面就开始快速成长 有很多人说 跟研究 跟那一次流感有关 哇 你看 流感弄死人 居然呢 还让人类的文明啊 向前跨了一步 其实那时候人类 哪懂啊 就莫名其妙 生病 莫名其妙 痊愈 就莫名其妙的 一步一步往前走 但是你今天回头去看 这个过程 对不对 非常的这个明显啊 它的轨迹就是这样 因为当疫情爆发到最厉害的时候 那个美国 当然这个美国比较大概记录比较完整 很多学校军营啊 那个都是满满的都是睡满了人 然后呢 这个因为很多人生病嘛 对不对 那要有人照顾 谁去照顾呢 得到感冒痊愈的人 去照顾正在感冒的人 你看那时候大概懂了那么一点 你得过感冒 你去照顾感冒的人呢 应该不会再发病 当然了 这个话说这样 整个世界还是死了将近八千万人 那这整个 这个这种流行病学呢 就变成大家开始慢慢在最终研究 实际上在这一次武汉新冠肺炎爆发之前 大概在过去的五年当中啊 全世界的科学家 一直在呼吁 所有的各个公共卫生 部门呢 要注意到 1918 这个大流感 还会卷土重来 因为人类在整个流行病学当中啊 的研究 它不像在 比如说癌症啊 或是其他疾病方面的投入啊 比较比较完整 比较多 因为流行病学啊 坦白讲有点冷门 对不对 这个没有流行病的时候 你们这些只是病理学家 科学家 那可能呢 对药厂来讲 这个利润啊 它不能天天卖 但如果我药厂 做一个药 可以治疗癌症 那你想想看 那我365天都可以卖 对不对 那我如果做一个疫苗 那大家都不生病 我卖谁啊 我花那么多钱研究 所以呢 这个是人类未来在公共卫生上面 会重新去思考 这个将来的方向 对不对 人都这样 当你不碰到问题的时候 你不会发现你的不足 当然尤其是这一次在中国地区爆发了这个新冠肺炎 说实在话 更凸显了这个整个中国医疗系统啊 需要在公共卫生上面啊 它要建立的更完整 因为现在在中国 整个医疗结构当中啊 当然我们今天三言两语很难讲完 它其实因为中国人口非常多 那大家都喜欢到大医院去看病 理论上在流行病学来讲 这是最危险的地方 应该建立一个家庭医生制度 就是从基层 家庭医生看小病 就中型医院看中等的病 那种大医院啊 那种省级啊 大医院看大病 结果呢 现在在整个中国的情况是 所有的病人都觉得 我要找最好的医生 哪怕我只是感冒 大家都跑到大医院 对不对 结果就出现了一个情况 如果有一个人 他有得到这个新冠肺炎 对不对 好 他去了一个大医院 从他挂号 排队看病 看完病 排队领药 缴费 带给他身边啊 流动的人啊 超过一千个 各位想想看 这种对疫情的控制啊 扩散 你根本是控制不了 对不对 而且有的时候呢 有一些人真的只是小感冒 大概在家庭医生 那种门诊啊 就可以解决的病 对不对 比如说 吃两颗止痛药啊 消炎片啊 回家睡睡觉啊 就好了 对不对 如果你跑到大医院 资源的浪费 因为那些大名医啊 他是要治那种重症病患 对不对 比如说这个人 病很重 由名医来治啊 设备啊 资源啊 要救那种病重的人 但现在呢 有点倒过来了 他出现了挤压效应 反而真正生病的人呢 去不了医院了 所以这个 在这一次之后啊 我想这个中国相关单位 对于整个医疗系统 应该做一个 好好的整理 整理 因为在 以纽西兰来说 纽西兰就是家庭医生制度 对不对 大家都知道 如果生活在纽西兰 朋友都知道 家庭医生就是看小病 对不对 这个情况严重点 给你转专科 去公立医院 对不对 所以很多朋友 刚移民来纽西兰的时候说 我要去公立医院看医生 这公立医院说 我们不接受你 你回家庭医生那里 没有家庭医生的转介 那封信哦 我们不收你的 除非你是急症 什么腿摔断了 但我急救你啊 对不对 不然你什么感冒 不要来这里 所以这个医疗系统啊 他就出现一个情况 如果今天这个病患 在纽西兰 他第一个应该去的是 家庭医生 那家庭医生 一个医生 两个护士好了 还有前台 还有旁边来看病的人 连他当事人 哭啪啪啪 不超过十个 假设万一都被感染 就十个人嘛 就控制住了 就把这十个人给 好好治疗就搞定 但你如果去大医院 一千个人啊 对不对 你换谁来 这个流行病 你都堵不住啊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一个 医疗系统 如果要预防将来 流行病学上这种 疫情的爆发 要根本的解决 就是整个医疗系统都要改 对不对 更重要的是 可以节省资源的浪费 避免病情的扩散 我相信在这一次之后呢 大家更有兴趣啊 对流行病学 人都这样啊 我也最近一直在研究 什么叫病毒 什么叫流行病学 对不对 我相信很多朋友最近啊 可能在百度啊 谷歌上面 关键字搜索 什么 肺炎 新冠肺炎 武汉肺炎 武汉什么关键字 就这些 大家都很关心 还有多久 有没有药治 对不对 简单的说 现在 罹患这个病毒啊 新冠病毒 新冠肺炎病毒 冠状病毒肺炎 没药 没药 没有药 现在唯一到了医院能做的叫 支持疗法 就是输液啦 补充营养啦 给氧气啦 对不对 万一你肺部感染 就给你点抗生素 但现在有个最大的问题 抗生素滥用 也是让医生在这个关键时刻 用的抗生素无效 没有抗生素可以用啊 因为病人常年都在吃抗生素 没什么病 也吃 吃到什么 有抗药性 当肺部被细菌感染 那个细菌都 对抗生素都有抗药性 他不怕 这也是问题 所以对抗生素的 这个 不要滥用啊 是下一个医学界 要去思考的问题 对不对 抗生素在亚洲国家 药房都买得到 对不对 哪一家没有准备一些抗生素 什么红霉素 青霉素 什么霉素 对不对 大家都家里都有 但是以后 这个抗生素啊 不到非常关键时刻 绝对不能吃啊 为什么 因为它是救命最后用的 你平常有很多病 就像感冒 它是个周期性的 对不对 时间到就痊愈了 十天 二十天 就过了嘛 对不对 你吃跟不吃都会好 吃了也没有帮助啊 所以这些都是将来 在这一次 这个流行病爆发之后 大家医学知识自动升级了 那升级之后呢 相信将来政府要去推动的时候 大家就会配合了 就懂了 对不对 就知道 比如说看病 去哪 怎么样 医疗体制的改变 怎么样怎么样 大家会觉得说不委屈 我那么有身份地位的人 到小医院看病 不丢脸啊 因为医疗制度改了 对不对 以前大家显尊贵 我那么有身份地位的人 一定要到那种圣基大医院 对不对 VIP接待 干嘛 去那边还很危险 对不对 千万没病啊 别去医院 所以这个观念的改变啊 很重要 那大家都说 大医院才有明医啊 对不对 但是你的病不需要明医啊 医生能当医生啊 坦白讲 他的水平啊 都很高了 除非你是那种疑难杂症 对不对 那你才要那种 什么天下第一大明医 否则又是浪费 没用 还欠人情 还卸了半天 找了各种关系 终于看到什么主任 对不对 坦白讲 主任也很忙 人情也很多 看也就 也都差不多了 对不对 你这个小病 他心里在偷笑 太紧张 对不对 笑你太紧张 对不对 但是还是要 哦哦帮你看 对不对 因为你欠了一个大人情 好 所以讲到这里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今天这个病毒 改变了我们 从一百年前 一百年前的 1918年 西班牙大流感 到今天的新冠肺炎 它真的改变了我们很多 人生观跟价值观 但是当这个疫情 瘟疫啊 这种来到的时候 我们人的人性 这个性情 心情 是要什么样去面对呢 我们稍坐休息 待会儿继续 新闻点评 我们一会儿见 2019新冠肺炎 在我们现代人的心里 都留了一道长长的痕迹 当然我们人呢 也不会因为恐惧而丧失了 那种爱心 因为随着疫情的发展 大家都有恐惧感 很多人可能 讲到武汉人 大家都怕得要死 讲到甚至外国人看 中国人也怕得要死 因为恐惧而出现了这种 种族主义或是排外主义 实际上不断地在上演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都已经感受到 大家这个恐惧 在人类的这个生命当中 经常会出现 当然恐惧有假的恐惧 跟真的恐惧 但是随着这个时间的发展 我们看到疫情不断地扩散 我们更应该以同理心 来包容我们的恐惧 理解武汉人 此时此刻的不容易 因为疫情的爆发 也可能爆发在 我们生长的这片土地上 哪怕是纽西兰 也可能是在巴黎 伦敦 北京 上海 广州 台北 都有可能爆发 类似如此严重的疫情 我们要以同理心 去包容这些疫情的发展 那对于武汉地区 现在还有好几百万朋友 在武汉地区 他们的心情更加的 可能我们很难体会 因为他们在封城之后 他们在一个 一个一个这种环境当中 对于未来 都不知道什么时候 是结束的时间 也希望所有的听众观众朋友 如果你有能力 能够对于武汉 这一次发生了新冠肺炎 你愿意用一种爱心 去行动的话 哪怕是你要捐款也可以 你如果武汉有朋友 你每天跟他发讯息 微信也可以 通过各种方式 把我们的力量 把我们的关心 把我们的爱 分享到武汉去 相信武汉地区的朋友 经历过这一次苦难之后 彼此之间 大家的爱 关系 会更加的紧密 我们在节目的最后 祝福所有罹患 这一次新冠肺炎的朋友 能够渡过难关 让我们人类 在未来的道路上 看到更遥远的前方 谢谢各位的春天收看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